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3月4號 星期三的忍者無敵 我是摩爾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的節目的部分的話 我先把節目的部分先說清楚 原因是因為 前幾天要講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結果整個時間沒有控制好 但是如果就今天來說的話 我要跟投資朋友們說明三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前幾天 我已經有跟投資朋友們說說 來我的趨勢超盤期勢的後勢勢的部分了 包含了像是勢不過山落井下石這些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沒有辦法跟投資朋友們說得非常詳細的深入 但是如果接下來的時間 如果有遇到像這樣的行情的時候 或者像這樣的標的的時候 我都會跟投資朋友們詳細的再說明 所以前幾天比較像是一個引言的方式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我就會用實戰的方式來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了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今天的行情 也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激烈 那因為昨天晚上突然 美國無預警的 就是意外的一個降息兩碼 那對於行情的一個看法是怎麼樣 然後選股的部分是如何 我今天也會做說明 那另外 我就是前幾天要跟投資朋友們說明的 就是在我的軟體的部分 因為真的是時間真的是太滿了 所以在前幾天的時候都沒有好好的說 但是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相信今天時間要把它控出來 然後好好的跟投資朋友們講解這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還蠻厲害的一個軟體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部分的話就先分成三個主題 然後我們先直接來看行情的部分好了 來行情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看來直接切大盤 來 在昨天晚上 就是在美股 就在FED無預警的降息了兩碼 那原本的話應該在3月18號 才要做開利率決策會議 結果他們臨時召開會議 然後臨時就這樣無預警降息兩碼之後 那美股出現了一個大幅的反彈 上下有這樣的千點的一個行情 那其實好像這幾天千點行情都還蠻正常的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跟大家說一個觀念叫做是 只要是有這種大幅波動的這樣的行情來說的話 那這不是應該有的一個多頭市場 應該有的現象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認為我先講結論 叫做是短多 但是長線的話我會比較偏保守一些些 可能長空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至於短多的這部分的話 原因是因為或許有機會 可能漸漸的放錢出來之後 那解決了部分的流動性的問題 但是你說疫情的問題來說 會不會這樣子解決 也錢沒有辦法解決生病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說明的部分 所以也因為 美股的部分是一個比較大幅的波動的狀況之下 那台股亞股 就是震盪的幅度的話其實也是蠻大的 那今天的話已經看上下百點的一個震盪幅度 那雖然最後 各位可以看到最後的行情是上漲了64點 那你雖然感覺好像上漲64點不太多啊 那其實我們盤中也是遇了一個 100點的一個震盪的幅度 然後最後上漲64點 那今天的成績要亮 微幅的又萎縮到了1375億的這個部分 所以現在目前行情看起來的話 我還是一樣切給大家看 就是在我畫這條線已經畫了兩個多 我就搞不好畫三個禮拜了 一直都是在這樣子一個區間去做震盪 那我也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 就是說那個行情在震盪的時間點來說的話 因為現在因為事不過三 就是因為那個上面的一個頭部的不夠 不夠完整不夠明確 所以在下跌的過程中的時候啊 就只好用這樣子震盪盤底打底 然後可能來造成另外一個底部 就是比較健康的底部之後啊 才有一個有機會在做上漲的一個行情 那但是我也要稍微再調整一下下之前的看法 就是說原本我在想說 那如果真的疫情很快被控制 那只要是非經濟利空的話 所以只要非經濟利空之下的話 其實對於行情未來的一個長度 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可是其實在昨天的FED這樣的降息之後啊 其實FED主席包爾他自己也說了 就是說其實對於疫情來說的話 他們正在密切的監控這個部分 而且他認為這個疫情的部分已經去影響到 實質的去影響到了現在目前的一個景氣狀況了 所以他必須要實施降息兩碼來做因應 那所以之後我覺得假設如果真的對所謂的景氣造成影響的時候啊 那可能大家就要比較偏向於保守一點點來看待這樣的一個行情 可是所謂的保守看待的時候啊 我覺得就是不會立即轉空 那但是就是這個盤整的這個時間點 可能要再拖得更久一點點 那才比較對未來的行情是比較更健康一些些 所以這個其實我在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不斷不斷的提醒大家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看法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在行情的一個推演的過程中 選股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直接用複習的好了 原因是因為依然沒有改變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那就請各位投資朋友去找尋 去找尋所謂的可能剛開始已經底部漸漸的轉強 而且是墊高 然後呢就是你可以位階高於大盤 然後甚至是外資跟投信有開始做埋鈔的 那這些股票的話才是比較適合這個時間點 來做切入的部分 那可是如果有一些我直接跟大家說好了 可能之前漲多的高檔的個股來說 比方說現在每一個投股老師他都講說他有這個 投股分析師同業們都說他有這個 那今天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樣來說明這個 所以815的博智已經漲到了一個相對高漲區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你再去追這些高價股 就是追這些已經是大漲過後的股票來說的話 我認為真的是比較不太客觀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還是有很多的強勢股在繼續上漲 但是我就整個盤面的結構來說的 就是現在這個盤面結構 如果你比較 屬於一些希望能夠抱的安心買的安心的話 你或許可以等我幾天把我的一個表格都整理出來 就是那個ECO表 原因是因為現在正在公佈二月營收碼 那二月營收我剛剛看一下其實沒幾家公佈 那公佈過後我再配合一下外資投信的買賣超 然後再來做整理表格分享給大家 那你可以再檢視自己的持股 然後去做一些持股的調整 那當然也歡迎加入我的行列 我可以直接帶著你做操作 那你就不用去擔心說 你怎麼現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要怎麼樣來處理這些相關的股票 那原因是因為股票的部分 我都會每一檔我來幫你去做 就是客觀的去做太弱流強的 去做一些就是給你一些調整持股 那當然好的股票是續報 就是來做一些個股的一些分析 這個是我應該做到的 而且這是我覺得是可以合法合規 來幫助大家來做到的部分 所以行情的部分的話 我今天花了一些時間來講 那目前只有7分鐘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講重點了 那講重點之前還是一樣 一分鐘的宣導時間借我一下 來三月開始 也就是我們的LINE的部分 那LINE的部分的話 因為被升級因為被漲價 所以我們摩爾證券投顧 領先全市場 甚至領先全市場同業跟跨業的部分 就是先用了Telegram 來幫大家來做資訊的分享的一個很好的平台 所以甚至你看像那個時計啦 或者是像蔡總統啦 也都移到Telegram來做後續的一些 免費的一些服務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是我們摩爾投顧 一直以來都是保有 我覺得創新市場的一個地位的部分 那如果你還沒有加入的話 請你務必趕快加入 原因是因為我的LINE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的 那個發送的頻率就會明顯的降低 如果你有感覺到的話 那不過我的LINE的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提醒大家 你如果現在點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下面很漂亮 就是感謝我們美工團隊幫我們做了一個 來這個部分 包含了YouTube 包含了加入Telegram 包含了主頁 還有包含了粉絲頁都有 那甚至你可以在中間的那個部分 就是大人哥幫幫你的部分 你可以幫我留 你需要有什麼協助的話 你可以再做留言 那我如果看到 我會來做回覆你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LINE的部分的話 我把它稍微做一些去調整 然後按一對一互動依然可以 那只是說如果資訊分享的話 我的重點會移到Telegram上面去 這個再次跟投資朋友們做提醒的部分 好 今天時間空的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要來講今天的節目的重點了 那其實我要講一句話叫做是 其實我們我剛講摩爾證券投顧啊 一直是領先市場同業來做 我覺得叫做是幫助投資朋友們更多 然後更好的資訊的提供的角色 那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在同業的部分也都有持續在做跟進 比方說Telegram 那因為我來投顧的時候 我們公司的投資長 就是郭哲宏投資長 那他其實跟我說 那其實昆仁你現在的那個 昆仁老師你現在目前就這麼專業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盤後的部分 來跟投資朋友們多說一些 就是專業的部分 交流的部分 讓更多的投資朋友能夠在股市裡面 學到很多很專業的部分 所以其實你看我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會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原因是我不會說什麼亂槍打鳥 去喊一些什麼天天在漲停板的股票 那我甚至就是我能講的 我就會盡量多講一些 除了個股的買賣點 就是能教的能分享的 我都會盡量去分享 然後我在跟投資長在做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因為畢竟台灣的投資人 就是很希望可以從股市上面比較輕鬆的獲利 那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研究 或者去看盤這個時間 真的還是比較有限一些些 那雖然看起來好像報紙啦 新聞媒體是蠻多這些相關的衝刺的資訊 然後可是如果就資訊面來說的話 真正的好用的 真正的比較專業的資訊來說 都還是比較相對少一些 所以我們就討論之下就是說 那不如我們來研發軟體 而且我們要研發手機版的軟體 就是你只要拎著手機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去做你的股票的選股 去做你的買賣點很精確的 就像這樣子去做操作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 拜託很專業的資訊廠商 幫我們真的把它寫好了 所以今天就要呈現這樣子一個部分 那很榮幸跟各位投資朋友們介紹這個 來切一下畫面 股魔力 這個是我的APP的名稱 它就是Good Morning 就是希望可以為你開啟 每天的股市的活力 我希望你以後看到我的股魔力 Good Morning App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在這個股市裡面 就是可以在你的手機上面 到處就可以看到這樣很豐富的資訊 而且可以有選股 而且可以有精準的買賣點 那這個是我希望能夠再多幫助投資朋友們的一部分 話說開發這個APP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要調整的 原因是我們可能操作的時候 就很簡單啊 我看到他就是他了 或者是說我知道選股的一個很嚴謹的決策 那選出來就是他了 可是對於電腦或者對於軟體來說的話 你必須要很精確的告訴他說 我怎麼選出來的 所以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步驟 都要很清楚的告訴工程師們 然後他們才可以把它轉化成 選股跟決策的這樣的一個操盤的軟體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在這樣子我覺得一個嚴謹的規範之下 那我們真的某個證券投顧 絕對是嚴守證券投顧法規 合法合規的開發出這樣子一個APP 那這樣的APP其實會對於 我覺得你可能會看到有一些什麼 某某K線或者是某某軟體這種軟體的時候 他就是找了一堆的網紅 或者是找一些素人出來開發一些選股的軟體 然後他可能就是把 他可能就是把一些看起來好像 好像很厲害的一些選股功能 然後就把它PO出來 然後就開始講說有多準有多準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驗證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他是經不起驗證的 那我話只能講保守不講到這邊 可是如果基於一個很嚴謹的證券投顧法規來說的話 我們的每一個開發的程序就是每一個 這樣的一個極小的細節都需要來做法規的遵守 那比如說我的買賣點 我是一定要很精確的帶出來的 或者比如說我的一個代進代出 或者是說我的一個回撤的這個部分 都要能夠很精確的被驗證的 所以很榮幸的跟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部分的介紹的部分 如果我個人來說的話我的APP 我先不看畫面之前 我再跟大家說裡面有五個很重要的焦點 包含了股市溫度 包含了六大選股 然後包含了即時多空 還有精準的點位 那這個絕對是一般坊間 網紅軟體什麼某某K線這種的 是絕對做不到的 因為他們不是合法的投股 所以他們不可以帶點位 但是我的軟體可以帶點位 直接帶進帶出 那這個帶進一定會帶出 然後甚至我還可以做到訊息的推播 就是假設如果你今天在外面的時候 那你如果看到某一個就是 叮咚你的手機叮咚一下 告訴你說這個買點到了 那你就可以去點一下它 然後點一下它之後呢 你就可以帶進腳椅的畫面 那這個等一下都可以做到示範給大家看 來 所以我直接帶畫面給大家了 那也很漂亮的畫面讓大家看一下 來這個是我們今天新出來的畫面 來你會看到這個小框框 這個好像是還蠻蠻漂亮的框框 這是真的是APP 來這個比方說有沒有看到 股市溫度有沒有看到 手穩買點有沒有看到 破滴買點 這個都是手機的真實的畫面 呈現給大家看的 來比方說即時多訊 或者比方說即時空訊 這個都是你在滑手機的時候 是可以輕鬆去滑的 那當然這個不過目前我要跟大家說 叫做是這個APP 正在很嚴謹的去做審核 那審核不是投顧審核 原因是因為我們早就已經通過 投顧的那個流程了 那現在目前正在經歷這個Google的 Play商店還有iOS的APP store的審核 那只要經過審核之後 這個APP就可以正式上架 合法合規的一個上架的流程 來我先講一下股市溫度的部分 那如果你在做操作的時候 我常會跟投資朋友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 你是行情是偏多的時候 你就順勢做多 你會比較容易賺到錢 可是如果你在行情偏空的時候 你硬要去做多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被行情去拖下去 所以順勢操作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 來跟投資朋友們說明的 可是你一定會想說 那所謂的順勢操作 怎麼樣叫做順勢 所以我可以給大家直接一眼 變多空的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把一些很重要的指標 我等一下講了幾個指標 你就會覺得說就是這些沒錯 來把這些指標 都把它放進去到我的參數裡面 然後把這個算出一個 熱或者是溫或者是冷或者是冰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給大家 那很簡單的 熱就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多頭的市場 可是如果是溫的時候 可能這個行情就比較偏震盪 甚至偏轉冷的時候 那這個轉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個行情就比較偏冷一些些 甚至偏冰的時候 那就可能最近這幾天 你會發現 怎麼上漲之後沒有量就下來了 然後甚至或者是說你突然就大跌個白點 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現在目前的行情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也很老實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時間點叫做是這裡 還是比較偏向於冷跟冰的一個狀態 那但是我要再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就是說因為這個會隨著每天每天的行情的推演 然後去計算所謂的每天每天的溫度 所以假設如果這個叫做是30天的一個溫度來說的話 那30天確實是從比較屬於一個熱 然後一直降降降溫 到現在的目前比較相對於冷跟冰的一個狀態 可是如果也因為所謂的降息的關係 讓這個資金重回到市場裡面來 然後你又看到這個突然從冰 然後開始就變冷 然後甚至到溫甚至到熱的時候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說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請順勢操作 就是順著這個反彈的行情來做操作 所以我先話先沒有做縮使 原因是因為趨勢這件事情 叫做是每天每天演進的 那我們現在雖然看到現在目前的狀況 看起來是比較偏冰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先稍微尊重市場行情 你就是先多看一點點 那隨著行情的推演的時候 再來做順勢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運用這個方式 很簡單的來看到 目前的一個股市的溫度 也就是你要去做多做空 就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目了然一眼變多空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當你看完這個 我就知道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比較偏冷一點點的溫度的時候 那我在選股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比較偏中性一點點 那比方說我可能就是在 首穩之後再來做買進 那勝貨是說我可能要等 比方說反彈的時候來做放空 然後或者是說我要再做破底的追空 或者是說我要來做創高去做追價 那追價的時候啊 就是除非是你是一個很積極的投資人 你就是願意去承受這個 就是可能很短線的去追高 然後再去做很短線的一個 當衝啦或者是隔日衝的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你會看到 我這邊中間有這個所謂的六大選股的功能給大家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六大選股有沒有覺得還蠻熟悉的 有沒有覺得好像就是之前當然跟你說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把畫面切回來 來 還記得我的趨勢操盤騎士嗎 那我幾乎是最近天天在講這騎士的前三四跟後四四都帶給大家了 來包含了整個代彈順水推舟和三升三四 還有就是所謂的事不過三臨門一腳跟落井下石 那當然在整個代彈的時候不是很好的交易的時間點 或者事不過三這個高檔震盪的時候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邁進時間點 可是如果我們在三升三四的時候做了一個創高破壓跟手穩的時候 這個交易就會是順勢來做操作的 那或者是說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就是用落井下石的方式來做追空 那來創低或者是反彈跟跌破支撐的時候就會是很好的操作策略 所以為什麼我要把我的APP 我為什麼要把APP的部分 寫成這樣子的部分 就是希望各位投資朋友可以符合現在目前的行情 來做選股的操作 那當然你會說有什麼了不起 因為其他的APP也都這樣子喊 甚至我只有六個選股 可是其他的APP 他說他們有15個選股32個選股 那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其他的APP或許選到了或許其他的軟體其他的APP 去找到了16個32個我也不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現在目前合法合規的證券投顧之下 這個即時的一個訊號的部分 才是我們證券投顧可以做的行為 那我來舉幾檔的例子給大家看 那原因是因為現在又20分了 所以我今天的部分的話講幾檔股票 我就先暫時在這邊打住 但是我覺得這些股票還蠻精彩的 原因是因為或許你有 或許你正在準備想要做交易 那或許是你聽到某一些分析師 或者是某一些新聞正在喊的時候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來告訴你 來有看到這第一檔叫國劇嗎 陳董事長陳泰明董事長 他不是在一直喊所謂的漲價嗎 那有看到他前幾天崩跌嗎 然後甚至到今天為止他都還在跌喔 那如果是你把國劇放到我的這個 即時多的這個交易訊號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都是出現一些 來我給放大給大家看 怎麼你都會發現一些都是賣點啊 469.5 469.5 478.5 怎麼都是賣點 不是都在漲價嗎 然後賣完之後 就是竟然有這麼一大段這樣的跌幅 然後跌到今天只剩下 就是接近400元的這個部分 很快從480然後一路跌到剩下400塊 那這個就是國劇會做的事情 然後我也告訴你 也因為其實如果你用我的這個App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原來我們早就已經在 這裡 410的這個附近 然後把這時間給大家 這個410的這個時間啊 其實是在2月初2月4號這個地方 2月4號這個地方 其實就已經發生了這個買訊 而且這個買訊是發生在410的這個地方 是在2月4號 然後呢繼續推演下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往上漲往上漲漲到這邊 就已經來開始出現賣訊了 就已經來開始出現賣訊了 2月4號買 然後2月17 然後一直到19左右 一直都發生賣訊賣訊賣訊 所以如果你用你參照我的這樣子一個操作的方式 也就是每一次的拉回首文買進的時候去做買進 然後在創高的時候去把它做獲利了結 你很簡單的 你就可以一張股票就是賺獲利4萬塊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操作行為 而且我相信一般的坊間的選股軟體 是沒辦法做出這樣子的交易行為的 而且我可以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叫做是 如果你在做這樣的一個交易行為的時候 你只要買賣訊到了 它都會手機直接推播給你 那這個部分以後我會再秀給大家看 好繼續我再看下一檔股票 來美律 原項好了來 原項C檔我覺得C檔還蠻值得讓大家做探討的個股 那其實原項它的一個獲利來說的話 其實我大概看一下 它就是目前今年的獲利大概在這7塊左右 可是如果在現在目前接近200塊的這個價位來說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買不太買不太敢買的下手 那但是如果你就這樣的一個APP來說的話 你就會發現原來其實 原項的每一次的進出場點 你只要把它放進到這個APP裡面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還蠻簡單的 你只要跟著操作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來給大家看 我放大給大家看 來這邊有每一次我的一個進出場點的部分 包含了在最近這邊 在192附近 可以做再次的買進 那當然這個是APP告訴我們的 不是我直接發的口訊 然後如果你去看之前的一個狀況來說的話 它在194.5和190這邊做賣出 然後賣賣賣賣 你根本不用擔心這個時間點的原項它到底是多貴多高價 你買不下去 我的APP可以告訴你 這邊就是有一些買點可以去做交易的 或者像這邊 168.5做賣出 然後再找之前呢 163賣出 然後再找之前 的這個148來做買進 那這個是我們合法合規的投顧可以做的行為 所以你可以精確的掌握到每一次的148買進168賣出 那每一次這樣的交易的部分的話 你都可以很精確的掌握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分享給大家 那前面兩檔的部分 就是一檔是不管別人怎麼喊 不管陳董事長怎麼喊 你就知道其實它已經發生賣訊了 那你不應該在這個地方再去做追價了 然後另外一檔的話是 這樣的高價來說的話 其實你可以掌握到每一次的 買點賣點賣點賣點 那這是兩檔你會說 阿當然哥這個都是你講的啊 那如果是最近的美律咧 美律它最近不是發 剛開完法說嗎 那它剛開完法說的時候 其實它自己喊空 喊得蠻空的 就是缺工又缺料 然後又說 Q1這邊看不到景氣的未來啊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美律放進去 到我的幾十多的時候啊 你想要做多美律 你會發現發現一個現象 叫做是 不好意思 沒有 看到任何的買點出來 那 在找的買點之前的話 是在156附近 然後一直到173之後啊 那就沒有再看到買點了 那原因是因為 美律確實是有一點點 去轉空的一個狀況發生了 所以在這個轉空的狀況發生的時候啊 你就不會有做多的買訊 那我覺得這個叫做是順勢 順著市場趨勢 應該要做的一個行為 你不要去搶反彈 你不要去搶這個 這個短線上面 你可能想要賺一點點小價差這部分 可是我會告訴你 就是順勢 順勢操作才是比較屬於一個 你可以去做的 而且你可以很安心操作的這樣一個行為 然後比如說我在局 也時間又超過了 來趕快把它講完 來 鴻海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時間點 那好像漸漸發生了一些買訊的訊號出來了 那 之後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 APP會告訴我 在這邊 91.7的地方 呃 似乎看起來是有一點點 像是有稱的一個 買點出來了 那 鴻海自己也在說什麼 惡絕三窮嘛 對不對 昨天他開法說 然後他這樣講 可是如果就現在看起來的話 似乎跟他昨天的說法 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原因是因為時間真的又不太夠了 那 明天 我會再講的更細更深入的部分 那這支APP 你現在目前還看不到 還看不到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iOS的 APP Store上面去做 就是 勘載 勘登出來 原因是因為他還在做一個 很嚴謹的上架的流程 那但是我相信這支APP 之後可以幫助更多的投資朋友 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說 我真的是 運用這個合法合規的投稿 我來做很多 這些專業的分享 那或者是像是一些 專業的教學 甚至APP的開發 我都是完全合法合規 在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 呃 今天時間真的還是一樣 就是又超時了 那但是我希望真的能夠 帶給更多朋友 就是更多操作的理念 那之後的部分的話 我都會一點一滴在跟投資朋友們做說明跟介紹 那依然 我就是希望投資朋友能夠在這市場上面 操作獲利 安心獲利 那也持續 關注我的YouTube的頻道 訂閱 按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